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大年初一晚 旺角流動熟食小販在宴 人群聚集 警方投擇了 鼠年的第一枚催淚彈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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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條街是買食品的 他在這裡放煙霧袋 四年前的同一個地點 發生嚴重的警民衝突 今天示威者的抗爭手法 有多少是受當年影響呢 九十後的海撒 鍾情新聞攝影 2012年開始一直用鏡頭 記錄香港社會運動的變化 他每年都會去拍攝農曆年夜市 四年前竟然意外目的一次回歸以來 最大型的警民衝突 四年前就記錄了一場旺角騷動 今年就是四周年 最核心的衝突原因就是 他們想保護一個屬於自己的文化 這個文化是其他地方找不到的 除了守護小販之外 還有另一場意義的 保護本土文化的意識 他記得四年前 同樣是大年初一晚 因為熟食小販擺賣的問題 引起激烈的警民衝突 凱撒說 現在持續了半年的反修例運動 警民之間的仇恨 某程度是當年事件的延續 警察的武力越來越提升 政府說想市民和政府抗敵 但現在跟這條路越走越遠 就變得回不了頭 現在是極端化了 整個社會分開了幾大陣型 四年前的這一晚10點左右 人群開始倒路 和警方發生推撞 其後示威者中火 警方驅散人群 示威者向警員釘磚頭 有警員兩度向天鳴槍示警 衝突由晚上持續到清晨 事件中有過百人受傷 政府將事件定性為暴動 這一幕幕的畫面 全部記錄在凱撒和他朋友的鏡頭之下 其實你看到後面發生的警民衝突 但其實人們還在這裡 奶串燒 這張相機代表到 這個旺角騷動的一個畫面 人們其實沒有甚麼訴求 其實真的要吃串魚蛋 當晚的經歷 對凱撒和他朋友張展豪 造成很大衝擊 他們說當時社會主流 不認同示威者用暴力 不過同時有不少年輕人 轉而認同勇武抗爭的新出路 後來他們決定自資出版上集 記錄這件極具爭議的事件 當時也很少人著墨去說這件事 他們多數都會用一個暴動 或者一個騷亂來形容這件事 我們就叫做呈現當晚的事實 我們拍到甚麼見到甚麼 就按著時地人這樣排出來 就讓別人去代入真相 就交給觀眾去看 當晚我的感受最強烈 就是算是首次 在香港社會中 就說有那種反抗的意識 經過魚蛋之後 人們開始討論是否用暴力這件事 魚隔是不錯的 魚隔起碼真的有它的成效 也很明顯地告訴別人 街頭鋼爭是合作的 第二天警察馬上不敢過來掃場 Dora今年23歲 四年前的旺角騷亂 她不在現場 不過受到事件影響 她和身邊不少年輕人 看見衝突畫面後 都開始思考和理非的手法 還是否有用 之後就開始積極投入社運 今天成為反修例運動 其中一名勇武派 其實魚蛋革命那時候 才是最多人說 這群應該不是抗爭者 是不是黑社會混入 那時候是聽得最多這種論述 很明顯知道 只不過是有人讓我們走得更前 發展到今天這樣 大家開始慢慢逐漸覺醒 意識到舊有的和平抗爭手法 是沒有辦法令到這個政府回應 Dora大半年前認識身邊的這位MJ MJ經歷過四年前的旺角騷亂 鏗槍集訪問過他 那你是否期望所有 突然之間遭受暴力對待的人 會可以坐以待敗呢 事隔四年 MJ覺得旺角騷亂 影響了社運抗爭的手法 令到社會部分人 更加包容示威者的暴力行為 當年對於香港人來說 我相信那個衝擊都頗為大 是 那就激發了第一次的 所謂的勇武抗爭 有人說笑 今年很多手頭族 首次投擇汽油彈族群 但其實為何會這樣做 是因為政府令我們知道和平是沒有用的時候 大家唯有靈魅出路 魚蛋革命扔兩個玻璃瓶都被人說是鬼 去到現在為何大家會搜集一個 裡面真是有東西的玻璃瓶呢 如果我出來坐十年換到香港重光的話 我一定會 就好像 其實我這次來 我都當這是一個送頭的行動 我覺得的重光就是 香港變回一個可以自由抗爭的城市 大家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訴求 不會因為這樣而付出任何政治的代價 當然現在是不會 我不是只說一言堂 只是黃的那邊的意見 而是所有的意見表達和訴求的爭取 以及香港的未來要怎樣決定 我覺得要交給香港人 香港開戰 香港開戰 時代革命… 時代革命… 其實梁卿卿是一個世代之爭 因為我們這一代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們是要爭取這些分力 加上這個時代 那他就不如時代革命 旺角蘇聯過後 代表本土派參加 新界東補選的梁天琦 知名度大增 凱撒在那個時候 開始近距離 用鏡頭拍攝他的故事 是有一股新的力量出現了 以前抗爭代表年輕的力量 是比較小的 聲音不被聽到 剛巧在旺角蘇洞 他們的聲音抬頭 開始有更多人聽 二十多歲的一些對政治有希望 或者訴求的青年人的話 梁天琦在補選中 以高票輸給民主派的楊岳橋 不過就拿到一成半的支持率 本土派也都憑著這股氣勢 報名參加當年九月的 立法會換屆選舉 不過梁天琦就被選舉主任指 以他沒有放棄港獨的立場 而取消參選資格 除了體制外的方法之外 你是推翻不了這個決定 就好像被政府壓著在地上 砌那樣 那種感覺 還有我也真的 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失去了 才吃真吃 其實我也真的很想做到一個民意代表 海撒說 同樣是本土派的梁仲恒和尤惠貞 在選舉中勝出 不過後來就因為宣誓風波喪失已值 令他很失望 如果當初他們沒有被人剝奪熱資格 其實可以達到某程度上維穩的做法 因為他們的意見被聽到 那些人不再太著重 這個體制外的方法去改變 但政府做的事就是 告訴你 他的體制也不歡迎你 每晚都要Skype Skype 海撒的這套紀錄片 見證旺角騷亂 對社運 以及政局發展的喜樂 不過後來隨著梁天琦被判入獄 和政府取消多名立法會議員資格 民間的公民社會 一度感到灰心和絕望 例如一開始看到大家很有希望 去進入立法會 有聲音被代表 當時情緒很高漲 亦很相信有將來 但被判斷了 所謂的同路人 向他們指罵或唾棄 都是比較傷心或抑壓的一年 但到了現在的今年 其實他們的情緒也改變了很多 可能叫做有一點希望 有一點希望 純粹是他們衝上前 驅趕的時候 我走不前 然後被他們六七八個衝龍 襲擊完之後 職場就說 看到我扔磚 不要拘捕你 回到去 最初打算告其他罪名 非法集見那些 最後得知的消息就是暴動 是害怕的 不過故作鎮定 他那個落案都很困難 跟你說 那你暴動 你坐了十年 他之後被控暴動罪 經過年半的審訊 最終被判無罪 雖然脫了罪 不過對於被捕的時候 只得二十多歲的阿元 從事件來說 就打亂了他結婚和工作計劃 這幾年的情緒大受困擾 就是完結後 有一段長時間 不是很想再牽涉在內 因為那兩年的氛圍 是比較沉靜一些 或者說一些比較時事性的政治 相對比較少 可能就是到六月、七月的時候 開始又會緊密一點 去關注 阿元和Leo都在旺角騷亂之後 被控暴動罪 同樣獲判無罪 他們倆都覺得 四年前的事件 不僅沒有任何成果 反而令警察開始廣泛使用 凝聚較重的暴動罪 控告示威者 甚至出現濫捕 有一個警員說 看到我們扔磚 就告我們 沒有影片 甚至照片都沒有 兇口說白話的 說看到我們有頂 都比較新鮮 這個罪名 沒有什麼案例可以檢查 一開始都打算會切控 都覺得沒有證據 他有沒有做不好 但到他真的排期了 要上庭了 那時候開始有點擔心 說要亂來 最主要是什麼 因為我真的沒有做好 你所謂的口公證 全都是… 就是我生豬肉的 我怎麼會不怕呢 四年過去 阿元承認自己 而且有很大被捕的陰影 想法也有很多改變 四年前 他們口中的魚蛋革命 一度以為用勇武的手法 可以逼政府回應訴求 不過懸亡落空 對於真正核心的問題 香港的政改 中共在這個香港的介入 有多少 或者是政府 對於香港人的負責 的態度 或者程度有多大 一點都沒有改變過 勇武有勇武的犧牲 但是到現在 都是沒有什麼效果 除了反思 怎樣去令到更多人抬頭 覺醒的時候 究竟勇武的抗爭 是否真的可以繼續下去呢 我自己覺得是不切實際的 勇武是何去何從 究竟能否撐動到政權 我覺得暫時也是很難的 四年過去 阿元由思想勇武變成和理非 就連這次反修例運動的抗爭現場 都沒有什麼參與過 也不相差多一點 我十月的時候被他拘捕 我又被人拘捕了一次 他上門拘捕 他說我入立法會 但我沒有 我很出局 他純粹看片 看到樣子很像我 又上來拘捕我 在西區過了36個小時 給我保釋 然後搞了兩個月 報道了兩次 就說不告了 但很明顯就拘捕了三豬肉 我知道我失敗過一次 我永遠都是在他的監視 檢測上院 這樣嗎?原來 你看過連登 你說完就去 所以我常常說 對… 小朋友 所以我覺得… 你說我失敗 我就完全不贊成 12歲這麼小 去做前線 但問題是 現在大家都覺得革命要流血 要爭取一些東西 要讓人犧牲 不過只要犧牲就是犧牲 你明白嗎? 15、16歲 就像我兒子的年代 如果他要出去 他其實已經可以出去 我也沒有辦法阻止 我也不會阻止 明白嗎? Leo是全職爸爸 有兩個子女 他形容自己一直是和理非 經過被控告過暴動罪的經歷後 在社運中站得更後 私家四年 他覺得勇武抗爭的想法 已經值根在年輕一代 甚至乎在反修例運動示威現場 撞到自己的大兒子 我只能提醒他 叫他自己小心點 我只能提醒他 叫他自己小心點 我想任何父母 如果知道自己的子女 有參與抗爭的話 其實都會很擔心 被捕捉 或是身體受傷 暴動罪 暴動罪超過一年半的審訊期 Leo說 想回自己當時 天天在這裡翻查影片 希望可以洗脫罪名 他很擔心有一天 兒子要經歷同樣煎熬的日子 如果你現在衝得太前 我會覺得犧牲的機會大 不是說有沒有不對 但你看到現在的情況下 現在的抗爭和以前不同 以前是不會這樣抓 以前是不會這樣告 但現在不是 所以現在我真的覺得 不是勇武的時候 回想在四年前旺角騷亂之後 Leo說 聽到很多和理非 都和勇武劃清界線 到現在自己都贊成和勇不分 他覺得政府一直無視民意 令很多人有這種改變 四年我其實一直沒有怎麼改變 一直都是用和理非的態度 直到反送中運動開始 如果你不是一個莫不關心的人 不是一個沒有良知的人 是不會沒有改變的 我的變化就是 我對著電視機 我一定會破口大麻 其實我的情緒是… 很多時候都很激動 以前我是不會叫黑警 我對警察有太大的負面看法 整個警隊無法無天的情緒下 我對於整個社會的看法 就更加走去兩極 我拍了一輯照片 是關於這些標語 過去的事情還有這些標語的痕跡 可以看到當時的人的想法 發生了這麼多事後 那些人都很如常地上班 下班、下班、吃飯 你看不到… 就這樣看的人 看不到他們曾經發生這麼大的事 香港其實挺想追求 這種穩定的生活 香港的情況有點像酒店 諷刺地說這個就是香港 我們是很美好的 周圍是異鄉品形 但其實是掩飾 其中一句歌詞是說 這可能是天空或是天空 即是香港的情況就像現在 不知道是天堂還是地獄之間 有些人會覺得挺好 有樓有地 但有些人會覺得 香港的價值觀一直消失 旺角蘇聯四周年 凱撒繼續拍攝 講述年輕一代抗爭的紀錄片 相對這半年 的反修例示威抗爭 他說四年前的衝突 已經相對很小規模 不過影響深遠 現在新的一代 僅餘的資源 或者向上流的機會 其實都被封鎖 一無所有之下的情況 就衍生一些人 想更加改變這個不公義的制度 有些人播種 就等下一個世代的人 開始成計 越成長就越有報復 那種子就留給將來的人 去繼承我 超人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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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